我们新卫名律师事务所陪同客户参加美国移民局办公室I-485绿卡面试的亲身经历,包括流程、注意事项、面试中经常问到的问题,等等。 申请人最初用F1学生签证到美国,在毕业后曾经有几年时间身份过期,在面试以后,移民官说预计律卡会在几周内顺利批准。 美国移民律师协会,AILA,最近发文提到,第一,目前越来越多的移民局办公室采用视频面试,申请人和移民官不在同一个屋子里,通过iPad终端通话完成面试,需要注意,即使屏幕上面显示off或者黑屏,移民官仍然有可能处在连线状态,有可能听到申请人在通话室里面互相私下说的话。 第二,移民局办公室普遍采用电话连线律师参加面试,这样做有一些优点。 目前,移民局工作人员的办公室里,经常只允许最多三个人在内,包括移民官。 这样,如果夫妻或者父母子女要同时参加绿卡面试,尤其是对于亲属移民申请,或者入籍申请面试,接通律师,以及翻译。 如果需要翻译的话,来参加面试时就需要通过电话,否则,夫妻双方就只能分开来单独面试,增加了时间、麻烦和紧张程度。 目前有一些职业移民的绿卡申请,不经过面试就批准了,参见我们微信公众号和发在美国攻略网站上的专栏文章。 这是好消息,但是另一方面,我们了解到一些背景比较复杂的申请人,包括绿卡申请和入籍申请,或者在面试时沟通交流出现问题的申请人,在面试后没有经过RFE补充材料通知,会直接收到来自移民局的据信。 我们的解读是,移民局因为疫情和工作羁押的原因,对于可以不用面试的cases放宽了程序上的要求,但是同时,在当前的大环境包括中美关系的影响下,对于其他一些cases,尤其是移民申请中受益人曾经是党员,曾经在敏感领域工作的情况,或者曾经有违反移民法的规定,比如OPT挂靠,工作签证违规等等,加强了要求,关于面试的一些注意事项和观察。 事先需要准备好文件,如果要律师陪同,需要准备好签字的GR8表,如果要翻译陪同,需要准备好签字的G1256表,移民局允许律师和翻译通过电话参加绿卡面试。 美国移民律师协会,也提到, 我们律所可以通过电话提供陪同面试和翻译服务,尤其是我们的I485客户,对于此前没有通过我们来提交R485或者N400的申请人。 我们也可以补充G28或者G1256表,提供陪同面试和翻译服务。 对于我们的I485客户,除了准备各种申请表格,帮助准备文件材料,帮助准备过去党员、团员军训以及其他背景情况的Statements,解答各种相关问题,回复。 RFE NOID以外,我们一般还可以提供绿卡面试前的电话准备,根据客户的具体情况提醒注意一些重要事项。 对于亲属移民,尤其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人为配偶办理绿卡的,移民官目前问的比以前详细。 常见问题包括,两个人最初是怎样相识的,在何时何地,此后两个人如何互相来往,从何时开始住在一起,何时搬到现在的住址,是谁先求婚的,在什么时间地点,通过什么方式,配偶的出生日期和地点,配偶目前和过去的工作历史和婚事,配偶父母的姓名和居住地点,两个人是否有合影照片,包括和其他亲友的合影,等等。 具体到2021年3月的这一次面试,受益人,从美国学校毕业以后几年中没有继续保持合法签证身份,也没有正式的工作。 申请人,Petitioner,因为收入不够,找到其他亲属作为共同担保人,移民官问到了疫情期间对收入的影响,但是,经过适当的解释和说明,这些问题并没有影响绿卡批准的资格。 对于职业移民,移民官一般会要求申请人提供工作证明,最近的Petitioner对职位和公司的描述,申请人的学历和资质证明,换工作的日期和原因,自入境以来一直保持合法签证身份和工作许可的证据,等等。 副申请人,家属,需要提供与主申请人的亲属关系证明,对所有参加面试的I-485申请人,14岁以上的,移民官都会问到的常见问题包括, 最近一次入境的时间地点,是否曾经在美国未经许可工作,是否曾经超过签证身份限期,是否曾经有过签证申请被拒或者入境被拒,以及一些关于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的问题。 申请人是否曾经资助过暴力组织,是否曾经帮助他人偷渡入境,是否曾经限制别人的宗教自由,是否曾经接受过军事训练武器训练,是否曾经被逮捕被起诉被定罪。 是否曾经是党员,等等,在回答完所有问题后,移民官有可能会书面总结一些问题的答案,让申请人签字确认,申请人到了移民官办公室以后,要先宣示陈述事实,然后检查个人证件,护照或驾照,确认是否有律师参加面试,是否需要翻译,然后开始问答过程,建议申请人,事先熟悉I-485表格上面常见的各种问题,不要听错。 面试结束时,要记得向移民官索要完成了面试的文件,上面会有移民官的姓名,以后查询时可以用到。 根据我们的经验和观察,I-485面试总体上比在美国驻外使领馆的移民签证面试还是要简单一些,更容易通过。 美国驻中国使领馆的移民签证和各类非移民签证面试,现在还没有恢复,除了个别特例情况,等到恢复以后,我们预计,在目前形势下,对申请人的一些背景情况查得比以前要严格,需要更加认真准备。 更多信息请参见我们的YouTube频道和微信公众号内容。 资讯由新卫名律师事务所提供,供教育和交流目的,不作为具体的法律建议。 欢迎来电来信询问详情,我们有多位毕业于世界名校的理工科博士,我们有自己申请绿卡和签证的亲身经历,包括杰出人才,NIW,亲属移民。 我们有科研经验和能力,可以直接阅读,明白申请人的论文和工作。 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,每本每高留学指南。